吃起來有點像泥膠 它的皮是完全沒濃厚的 因為是很黏牙的 沒什麼奶黃味 又沒有流心 流心奶黃月餅近年很流行 越來越多牌子都有這個口味 今次由這位入行超過30年的西式糕餅導師出馬 實施七大人氣品牌的流心奶黃月餅 看看哪一款最好吃 看上去的字體要清晰 這個底部有金黃色給你 如果太淺色就差一點濃溫 如果太瀉溫的話 可能濃溫控制得不太理想 像大笨象那隻腳上側 直身那些就會最漂亮 看上去 流心奶黃月餅最重要是要流心 流心裡面一定有大量牛油 它基本上就一定是流心 但是如果你說牛油裡面的成分是低一點 可能它都會比較結身一點 吃到第一口咬下去 就是皮和香味 那個流心應該是還 奶黃味要香 又吃到少許牛油味就最好了 蛋黃打得不夠融 都有機會是屬於癡 如果你裡面是太深色 即偏橙色的話 一定是下了食素的 就這樣看下去 底火有的 而麵呢 我就發覺它那個焗得不夠顏色 其實就可能蛋做得不均勻 或者壓模壓得不夠力 令到它的字體出得不夠漂亮 那個邊位合格的 火候恰當的 其實就有一點點 那個鹹蛋味是有的 皮是軟熟的 但是有一點點黏硬 偏甜了一點點 而令到它那個鹹蛋和奶黃味 是沒有那麼出 有一點點色素 是 大家都會看到那個字體的清晰度 很淺色的 所以它應該不夠底火 底火不足夠 而令到它焗的期間 未定型之前 它就會有一點點滲下來 有一點點醬 這個是有流心的 看到它慢慢流出來 這個色素應該沒什麼 它是有軟熟的程度 吃下去那個味道不夠香 但是它的流心就做得OK 口感是滑的 不黏牙 甜到適中 這個樣子看起來很精緻 很清晰 看到一些字紋 底部呢 其實它有顏色的 但是它也有一點像 就不夠二號那個流 好過一號的 吃到蛋黃味 奶黃那部分呢 都香的 就是會比較平均一些 滑的 還有最重要是不黏牙的 它其實就會有一點點色素 在裡面的 但是它又不是說很厲害 這些字都可以出到的 有底火的 所以它就說沒有什麼 怎麼出現這個 所謂的醬腳的問題 有一陣味好像 不知是不是 類似豬油味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它裡面是軟了 但是就沒有流心 有一點點黏牙 蛋黃味是很輕的 牛油味沒有什麼 可能都是偏甜的關係 所以就 奶黃加起來 但是流心都不是太出的 添加少許色素 可能有少許橙色 那皮呢其實就 很明顯地是沒有什麼色的 而且旁邊很油膩 它就真的出現一個 我們明顯的醬腳 因為它明顯的底火一不夠 邊火都不會夠 所以就出現一個比較 油膩的情況 但是它有流心 我不覺得它有添加有色素 吃下去有少許像泥膠 皮是完全沒有夠 因為是很黏牙的 軟得很重要 鹹蛋黃的味道是有的 都有牛油香味 但是那個奶黃的部分 味道就比較淡 味道比較淡 這個真的看上去 是焗得最英俊的 字體很清晰 其實它的皮很明顯 是沒有加色素的東西 正常 月餅曲奇皮 應該是白色的 這樣出來 其實它是牛油 不過它又不是說很大塊 其實因為那個洞 你見到也會很大的 但是那個曲皮皮 你切下去是脆脆的 大家可以見到 那個奶黃的部分 其實是很淺黃色的 其實這種很明顯是天然的那種顏色 那個皮是鬆化的 奶黃有香味 不甜 而那個流心 其實可能是少一些 但是滑的 有鹹蛋黃香味 也都有少少牛油味 那個平衡整體 絕對是好的 底火是有的 不過呢 都是有少少變形的狀況 那就是說那個少少輕微 有少少卸身的情況 一打開就很橙色的 應該下了不少的色素 應該是 看上去有點假 那那個流心 它很流下的 如果你流到這樣 可能會添加了一些激化的東西 它沒有黏牙 那個奶黃呢 就偏實了少少 沒有什麼蛋黃味 沒有什麼牛油味 那個流心就沒有什麼蛋黃味 還是偏甜一點 今天試了七款的流心奶黃月餅 我覺得最好就是六號 那個皮呢 鬆化 自的清晰度 很香奶黃味 還有又不會太甜 它有那個鹹蛋香味 還有做到很滑的 流心的部分 其實就是有少少瑕疵 切開就有個孔位 如果那個孔位都沒有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是滿分的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 請你們多多支持